我第一个要分享就是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长什么样子 一直代表 当我们开始决定进行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知道 最后是如何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相信的 就是当你决定 你会往品牌这条路跨出那么大的一步的时候 你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团队里面的挑战就是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如果这些意见南辕北策的话 那如何最后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也毕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共识 再来有了一个共识之后 这个共识是不是要去相信 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个共识 除了团队自己要有那样子的决心之外 包含我身为一个大家长、执行长 我也要去相信是不是要走这么一条路 而到最后会变成 我跟整个团队要形成一个共识 去做这一条路 我觉得这是这样子的讨论或是发展的品牌 再造的过程中很大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在台湾这个文化里面 其实经营品牌这一件事情 老实讲我认为是非常贫乏的 我要用贫乏这两个字 来形容台湾经营品牌的困境 所以在这样贫乏的困境里面 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有后面的推力 除了自己愿意之外 后面如果有一个推力 去创造出一个环境出来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有更大的勇气 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要有专家来协助这些 有希望做品牌 将品牌打造做更好的企业 或者是厂商也好 或者是新创公司也好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品牌的经营上面做得更好 我觉得在参加品牌台湾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政府有这样子的想法去辅导企业 甚至扮演那一支推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的企业 他想做品牌 他可能有资源的问题 他可能有资金的问题 他可能有专业上面的问题 那政府能够扮演这样子的推手 虽然他是在背后默默的推 可是我觉得 一步一脚慢慢走 对台湾经营品牌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 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有重要的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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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